有一个坐拥10万粉丝的博主说 你们拍视频不要自嗨 自嗨的话既不能获得流量 也不能获得粉丝 经常给他的粉丝打脸 说不要自嗨 我在看了很多的视频 阅人无数之后 我今天就想当这个黑粉 我总结出来 拍视频做自媒体 第一条就是自嗨 做自媒体就是一场自嗨的终极盛宴 下面的视频 我就从三个层面给大家解读一下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What Why How 首先为什么自嗨 能够赢得流量 能够赢得粉丝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东孟 我们就先来说一下 我觉得一个家财万怪 一身才华冠决天下 可以看到在20分天下的一个少年 他全程自嗨 而且作为观众的我 我觉得也被他戴解读了 我看了也很开心 而且他下面的评论 那真是直呼内行 大家都看得很开心 都被他双方的眼睛 直呼您才是真正的败家子 高深地朗读了 李白的将近久 这就是整条视频的高潮部分 君不见 黄河之水天上来 奔流到海 不复回 君不见 高潮明镜 背白发 朝如青丝 暮成雪 人生得以虚净欢 莫是精尊 空对月 天生我才必有用千金散尽 欢赴来 虽然他里面读错很多字 但是他那个慷慨 既然自嗨的这个表现呢 感情跟诗结合的非常的贴切 所以虽然他有一些读错了 但是丝毫不影响大家 叹为观止 含毛倒立的这种效果 那么为什么我们做视频需要自嗨呢 很简单的一点就是 你自己都嗨不起来 怎么让别人嗨呢 那么为什么有的人仅仅是自嗨 而有的人却能让大家嗨呢 在本条视频中会为大家直接分享 怎么才能实现自己嗨到大家嗨 而不是只是自己嗨 有的人是在某一个话题上面 他原生的认知就已经非常的丰富了 然后已经到了不图不快 必须得说一说的地步了 那么他拍出一个视频 立马就自嗨了 然后他再疯狂的输出一下不同的元素 就能够达到大家一起嗨了 但是我们普通的创作者 可能对一个话题还比较陌生的时候 我们就需要通过两个步骤 两个阶段来才能达到 从自嗨到大家嗨 下面就给大家拆解一下这两个步骤 第一个咱们要对这个话题比较感兴趣 但是因为对这个话题 仅仅在感兴趣的层面 我们还需要在图书馆去做板凳 或者是在网上冲浪 我们去找一些资料 丰富自己的认知和观点 也就是在疯狂输入的阶段 然后在疯狂输入之后 我们就成长为一个大boss 知识的短期海量输入 会使我们非常想要爆发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启疯狂输出的模式了 在输出的时候也有几个必杀技 运用得当的话 就可以轻松地拿下观众 做到大家一起嗨了 大家来看一下这段视频 这个视频里面 这个大蓝 在他的一条视频里面 疯狂地输出了很多的信息点 他讲到比特币自己曾经预设他会跌 但是大家还是不听去买了结果的亏损 然后又给未来的社会说 这个比特币将来肯定还会再跌 劝大家不要去买 求大家不要去买 然后又结合盘视频局 银河国益 这些元素 把这个视频达到的 有水平有深度 然后再加上他的感情投入 然后他这个视频就能够爆 就能够让大家一起还保足了劲 想让大家一起嗨 让流量暴涨 最后的目的是什么呢 总结起来的话 无非下面几点 大家也可以参考这个 来制定自己做视频的目的和计划 这些目的当中 最后一条的话 就比较单纯 比较白月光了 大家看了之后 如果不同意的话 笑一下就行了 自媒体博主挖空心思 让大家嗨起来 制造爆款视频的目的 第一个就是收获流量 然后用流量赚取广告的收益 第二个就是带货 我在视频前面提到大脸 他有时候做视频呢 他就是为了带货卖书 卖了脑科学的书 鸟赞这本书 这么卖艺的去讲 也就是为了推广他的书 第三种呢 就是因为这个人太有才了 纹丝如尿崩 需要找到一个出口去释放 还有一些 还有一些在网络上 偶然走红的知识博主 比如说咱们头条上招牌人物 李永乐就是他的课讲得非常好 被同学的家长偶然放在网上 然后一下就火了 再包括复旦大学的哲学系 女教授 陈果也是他的学生 把他的视频传到网络上 偶然就爆红了 一发不可收视 某马拉雅上 还有头条啊 这些平台上都可以看到他的视频铺天盖地 这些人全部都是属于知识型的 他们脑袋里装了很多的知识 然后可以源源不断的在视频中输出 还有这个口乐悬和记忆力惊人 从来不看提词器的老梁 还有多档的节目 就上线到这个自媒体的平台 每一个都是几十上百万的播放 这种就是这个人真的是太有才了 在自媒体上面啊 只要他肯上 那就能够大放异彩 再说到最后一眼呢 就是有的人做自媒体拍视频呢 他就是想要找队友 找存在感 拍了视频之后 非常的热衷于看这些评论 在评论里面找到了很多的知音 比如像我就是 非常的喜欢看评论 所以请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点赞 关注 理论哦 我看到一定会回复的